当前,医疗救治是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当务之急 做好诊疗关口前移和重症患者救治是重要着力点 要推进医疗资源升级扩容 保障好设备设施和药品配备 做好人力资源配置和人员培训 摸清重点人群底数和情况 加强健康监测和早期干预 充分发挥一连体作用 畅通群众看病就医和转诊通道 保障重症风险患者能够及时发现和转运收治 坚持中期结合发挥中药作用 严格按照第十版诊疗方案 科学规范开展诊疗工作 提高治愈率 降低重症率和病亡率 警察器用特御患者能够化 迟 精患 勇 岛